詞曲 李宗盛 真言第31章第10節 才得的婦人誰能得著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我們身為人 神已經給了很多責任義務 但可能在這個社會當中 可以說寵壞了很多女性 導致她從來沒有負過這個義務 甚至是沒有學過怎麼做這個義務 現在是時間去學 尤其是有些太太在家裡 其實很多時候她們只是應付家基本的小小事情 她已經覺得已經花了她的時間 但其實不是的 一個太太願意操勞的話 才會比丈夫更加長命 更加健康 身體不是越養尊儲優就越健康 其實不是的 就算有些人平時都是坐寫字樓 每天都會找段時間去跑步 找半個小時去跑步 踩單車 為甚麼 不是的 是因為你不是越不運動 就越養尊儲優就越健康 不是的 所以身為一個太太在家裡做家務 這個 除了家務之外 在情緒上要怎樣 無微不至的照顧丈夫 就是要體諒她 所以你會看到典型很可憐 就是為甚麼 因為很多丈夫 反過來 遇到太太 遇到一個 在結婚前定了婚 到結婚那天 她不是娶了一個賢婦 她沒有回來 因為太太沒有學做賢婦 你猜一個從來沒有學賢婦的女人 我講的是事實 講的是現在這個社會 一個從來沒有學做賢婦的女人 甚至沒有主菜 沒有什麼 或者這些 連他的態度都沒有想著是學做賦人 你猜這個女孩子 從這個家庭來到這個家庭當中 一來到這個家庭 她採取甚麼態度 突然間你身為丈夫發覺 咦 娶了個媽媽回來 正娶了個媽媽回來 她說話的態度 你不注意衛生 不注意健康 不注意你自己起居飲食的時間 她就像媽媽一樣管著你 這就搞到為何很多丈夫 走去和秘書 或外面的妓女犯監任 原因是甚麼 原因的太太 由她自己來到的日常生活 由隨訪至隨訪 都是以一個媽媽的態度去對丈夫 那你能夠想像 無論這個男人 是多麻木 也好 其實她是很難受的 明白嗎 我講一下態度 所以你就明白為何很多男性 到老了 或者幾年之後 就有七年之弱 是因為太太 由那個家庭來到這個家庭 她沒有學做一個賦人 也沒有學做一個太太 沒有學做一個辛苦 她直接搬回媽媽 所做的所有事情過來 於是管著丈夫 說話就當丈夫是兒子 尤其是還生了兒子 就大件事 基本上 罵兒子和罵丈夫的語氣 差不多一致 即是一樣的 即是 爸爸也是這樣 兒子也是這樣 明白嗎 我講甚麼 雖然我講的時候 很多姐妹都會心微笑 其實姐妹 其實你對你的丈夫是很殘酷的 是不是 就像我所講 你欠了義務的兒子 你對她是很殘酷的 這種殘酷就是 很多你們的丈夫 到她入棺材 都其實是見不到一個真正的老婆 在她們眼上 而她們已經盡了她們的責 可能養你 甚至在你的生命當中 只是以你一位成為一個配偶 對你精忠不義 當女性不斷要平等 平等 平等 到最後 她是以一個母親的身份 對待她自己的良人 她不當她是個主 最多是當她是平等 但我想你知道 這就是義務的債 這義務的債 其實是很易橫的 易橫是怎樣 宇宙裡面 神所創造的每個僕人都做到 姐妹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 放下你的自尊 不是的 宇宙裡面每個僕人都做到 只不過在乎你願不願意放下 你唯一放下 其實是你的自尊 所有的僕人都做到 其實 所以神使用僕人這個概念 去讓我們知道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就算連皇后 這裡所所形容的拔士巴 就是我們說延父篇的時候 也說 所羅門在說她的媽媽 她都做了 她都是跪在她的丈夫面前 每次看到她的丈夫 她跪在她的丈夫面前 當然不是說 現在每日丈夫 突然打你身上去的時候 看到她的床頭跪著她的老婆 不是說那麽突压 我講的是一個令你丈夫舒服 一個令你丈夫 賓治如歸的家庭 是你的責任去做出來的 不是丈夫回來 已經被老闆罵到九月臨頭 全日已經疲倦了 那天有個太太跟朋友 罵了情緒化 坐在那裡生氣 等丈夫回來 那些菜都冷了 等丈夫去安慰她 這樣 明白嗎 所以如我所說 明明是你的順性 你將它變成逆性 換句話說 明明是你的強處去服侍人 但你現在拿來要求人 舉個實際例子 或者你還未明白 我現在說的 什麽是你的強處 而要求人 是多麽殘忍 例如舉個例 展明是我們講的 展明是校長 展明的唱歌是否很厲害 他是很厲害的 但問題是 如果展明的強項是唱歌 所以他應該是唱歌給我們聽 這就是他的強項 但反過來 當展明來到我們教會去做領事 他由第一天領事的時候 他的順性就是唱歌 唱歌給我們聽 唱歌很多歌 但他不唱 他是要求我們教會當中 唱得不好 或是陰謀 不斷挑戰 他自己不唱 他要求你唱到他這麽好 你覺不覺得很殘忍 這是他最強的地方 他當然可以最艷尖 我要你唱到他這麽好 令他滿意 所以姐妹 你是很細心的 但如果你的細心 你是很懂得關心人 但如果你要一個男性 天生是麻木的 天生根本就是我們不苟言少 你要他很細心地關心你 而你不用你的細心去關心他 那這就叫做艷尖 你的丈夫永遠都摸不著頭腦 永遠都摸不著頭腦 因為他根本不是天生有你這麽細心 根本神創造就不是這樣 明明是多麽殘忍 你就等於一個懂唱歌的人不唱歌 來到這個家不唱歌 但你要求一個陰謀的人去唱歌 所以姐妹 當你不懂這個真理的話 其實很多男士 其實成長過程就是這樣 所以你真的欠了一個義務的債 斟然第三章 第十節 才得到婦人誰能得著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願為你服情 情真心不便 可想真意奉興 求被你猜獻 那股世間的變幻 如風如晴天 憑風上光陰 全情述述你恩典 喊這心如活際 全創愛已萬遷 為你傾每刻如惡魂 事上唱唱讚詩編 讓我深信服你 永共你相獻 我一生氣死 全事為你 長全熱情 忠心 永無便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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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